Hello大家好,加密货币钱包是新手小白进入链上操作的基础门槛 本期视频我会为大家解释清楚怎么创建OE Web3钱包 使用OE Web3钱包怎么充币,怎么提币,怎么在OE Web3钱包里面做交易 由于OE的Web3钱包是内嵌在OE交易所的APP里面的 所以建议所有的新手小白都去注册下载OE和BN这两个交易所 因为OE BN这两家交易所是全球最大最安全最稳定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你可以点击我视频下方简介里面的注册链接 通过我的邀请链接注册可以永久获得20%的手续费返佣 同时在我的视频的频道主页 我也录制了很多期关于OE BN的新手教学视频 可以一起来参考学习 当你注册下载好OE交易所之后 我们进到OE交易所的主页 在它的顶部栏有一个交易所三个字的按钮 我们需要点击一下 然后就可以切换到Web3钱包的一个页面 如果你是第一次进到OE Web3钱包 就需要你创建一个新的钱包 我们点击这里的创建按钮 这样子就成功创建好了你的第一个数字货币的一个钱包 创建好之后 我们先不要做交易 我们需要点击这里的手动备份 手动备份的话 就是需要你把你的钱包的注册词 用纸和笔去抄写下来 这个注册词是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你现实生活中的银行卡的密码 我们接着点立即备份 接下来的话就需要你用手和本质来抄写下来 这里抄写注册词的时候 你不要图简单 直接把它截图 放在你的手机相册里面 或者直接发送到你的微信上面 这样子都是不可取的 因为注册词这12个单词的话 是不能够连网 不能触网 只能够物理保存 当你抄写好之后 就点击这里的继续 然后它会让你验证三个单词 你选择你抄写好的对应三个单词 然后点击验证一下 就成功备份好了你的注册词密码 当你备份好你的注册词之后 也要妥算的保管好 因为你只要掌握了这12个英文单词的注册词 才能够严格意义上来说 掌握你的钱包密码 当你要换手机的时候 或者你的手机设备丢失了 我们同样可以在欧易钱包上面 直接选择这里的钱包管理 然后点击这里的添加钱包 选择导入钱包 就可以把你刚刚备份好的12个英文单词给导入进去 导入进去之后 你也可以成功的继续使用你的这个欧易web3钱包 当你成功创建好欧易web3钱包之后 你这上面的账户是肯定没有任何资金 没有任何币种的 那接下来的话 你就需要学会掌握 怎么去从其他的交易所平台去充值进来 并且要学会如何从欧易钱包怎么去提币提出去 在欧易web3钱包的首页这一栏目 这里有一个发送的按钮 有一个接收的按钮 接收的按钮就是我们需要点击这里的接收 然后点击从钱包这里转账 这里可以选择各种币种 比如说你如果想用欧易web3钱包来直接冲土狗打土狗的话 一般我们基本上会选择用Solala这个笔 或者是用B&B来直接冲土狗 比如说我这里举例要充值Solala这个币种 我们直接选择Solala 这里就会出现一个二维码 并且在它的底部就会出现关于Solala 你这个钱包上面的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的话 是由一串的英文和数字组成的这一套乱码 我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钱包的地址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就是你现实生活中的银行卡的卡号 而之前让你手抄保存好的那12个英文单词 就是对于你现实生活中的银行卡的密码 你需要把你这一串的英文加数字的乱码 去发送到对方手上 给你转账的那个人 或者是复制到你需要提币的另外的平台上面 才能够成功的充值进来 接下来我给大家实操演示一下 如何从其他交易所给欧益website钱包充值币种 假如我这里以Solala为例 我需要复制这里的Solala的地址 点击复制一下 然后切换到我以币安交易所为例 在币安交易所的资产这个栏目 我们需要点击这个转出这个按钮 然后选择链上提现 继续选择你需要提现的币种 这里选择Solala这个币种 然后把你刚刚复制的这个地址粘贴进来 粘贴进来之后 记得要选择一下转账网络 转账网络的话 我们这里一定要选择Solala这个网络 然后把你OE或者是币安交易所里面的Solala的币种 输入一下金额 然后点击提现 就可以提币到你的OEwebsite钱包 这里需要给大家强调一点的是 就是你充币的平台和提币的这个平台 两个平台之间选择的币种的这个链网络 必须是同一个 如果不是同一个 那就无法充值到账 并且你如果选择错了的话 你充值的这个币种是很有可能是直接丢失掉了的 可能很多一些新手小白在第一次使用钱包之间的转账 充值提币的这个环节 面对这种各种一些网络的一些选择会有点懵逼 包括我第一次进到区块链 使用加密货币的钱包的时候 面对这么多条一些公链网络 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不知道哪条公链网络会快一些 哪条公链网络会慢一些 哪条公链网络的它的手续费会高一些低一些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给大家去简单解释一下 什么是公链的这个网络 在区块链的这个世界里面 会有很多很多条的公链 目前统计下来的公链的话 将近有一百多条 这些公链网络的话 都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区块网络 在他们独立的区块网络里面 他们的网络里面都会有矿工 来记录你的转账的记录 给你打包区块 并且发送到你想转账的地方 你选择哪条区块网络的话 就是选择哪条区块网络的运转模式 给你去打包做交易 比如说你需要从你的web3钱包 转账到其他的平台 你需要转一笔USDG转过去 你选择的是BN链这条网络 那就是BN这条网络的公链上面的一些运转方式 给你去记录你的这笔交易 并且你使用的BN链的这条网络的手续费 需要消耗BN链上面的原生代币BNB 如果你选择的是Solara这条链的话 那你需要支付的手续费 就是Solara这条链的原生代币SOL这个代币 如果你选择的是波长链的话 那你就需要支付波长链的原生代币TRX 大概就是这么一层意思 所以每条公链它都是独立运转的 所以说我这里也给大家去做了一个备注 就是你在两个平台之间选择的 区块链的网络必须是同一个 如果不是同一个的话 那你很有可能会损失这笔资金 一般我们在钱包或者是交易所 和钱包之间的转账的时候 我们尤其是转账USDT的时候 都会考虑到一个手续费的问题 我们平常用的比较多的 比如说像BN链 Solara这条链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较冷门的链 它们的手续费都是相对来说 会非常的便宜 如果你选择的是以太坊主网 它的这个手续费就可能会高一点 我们一般充值USDT选择的链比较多的 避免一些金额的损失 如果你是充值的这种供链的原生代币 比如说你充值的是BNB 你充值的是Solara 或者你充值的是OK币 这种供链的原生代币的话 那你就必须要它本身是属于哪条网络 就要选择哪条网络的 你选择比如说你选择Solara 那你充值的这个链肯定是Solara这条链 你选择的BNB 那你充值的这条链就肯定是BN链这条链 了解完钱包之间的转账的一些具体规则之后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去解说一个 关于OEWeb3钱包里面的一个交易的这个功能 在OE钱包的底部栏有一个DEX 也就是DEX的这个按钮 我们需要点击一下 点击到DEX的这个按钮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在OE钱包里面做B与B之间的兑换 在给大家讲解OEWeb3钱包的交易兑换的功能之前 我要给大家强调的一点就是 OEWeb3钱包的DEX交易板块 目前它已经开始收取手续费了 它收取手续费的这个比例是0.85% 为了更少的节省一些交易成本的话 你同样可以选择这里的首页这个栏目 然后点击左上角这个按钮 再找到这里的邀请计划 在邀请计划这个栏目里面 找到这个输入邀请码这个按钮 我们点击进去 在这里你同样可以输入我的邀请码168668 输入这个我的邀请码你就可以享受 20%的手续费的比例的一个折扣 是永久享受20%的手续费的一个折扣的 我们点击确认 这样子就绑定成功了 在OEWeb3钱包的DEX交易这个板块 它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就是属于兑换 第二个选项属于专业交易 第三个选项是属于跨链桥 我给大家一一的去简单解释一下 兑换是什么意思 兑换的话你是可以拿着供链的一些原生代比 比如说Solala或者BN链的BNB或者是以太坊来去交换 他们链之间内部的一些币种的交换 比如说我们选择Solala这条链 如果你钱包里面有Solala这个币 你就可以和Solala上面的USDC或者是USDT来做交易 这些都是内部的链之间里面的产生的这种交易 而这种专业的交易是什么意思 专业的交易也是Web3这个钱包里面开发的一个新功能 就是可以直接在OEWeb3钱包里面可以直接使用市价交易和现价交易 你就相当于可以直接在这里做挂单的一个交易了 或者直接可以用市价交易来去直接买入你想购买的这种币种 这样的话就和中心化里面的交易所的这种功能是类似差不多的 然后这里的跨链桥是什么意思呢 我刚不是说在兑换这个板块的话 你只能够在链网络之间的内部里面的币种一个交换吗 比如说你如果选择的是索拉拉这个链 但是你想和索拉拉与BN链的BNB这种去做交换的话 是直接在这个兑换按钮里面是交换不了的 那你就可以选择这里的跨链桥 跨链桥的话 你这里可以直接把你索拉拉链上面的这个币 比如说你选择索拉拉 然后兑换成BN链上面的BNB 这就是链与链之间的一个兑换了 这个跨链桥会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如果在这个跨链桥没有出来之前的话 我们一般会怎么操作 我们需要如果在钱包里面只有索拉拉的话 我需要换点BNB 通常的操作的常规操作方式会是怎么样 就是你需要把你的索拉拉提到中心化的交易所 比如说BNOE这种交易所 然后在BNOE交易所充值到账之后 你需要把你的索拉拉换成USDT 然后再用USDT去购买成BNB 然后再把BNB提到你的OEweb3钱包里面 通常的这种操作是这样的 在这个跨链桥出来之后 就不需要这么复杂的操作了 你直接可以使用这里的跨链桥 然后把你的索拉拉跨链成BNB 就直接可以操作了 理解完这一套逻辑和规则之后 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下这个兑换的这个功能 兑换的这个功能 我这里是以索拉拉和索拉拉链上面的USDT举例 我需要把我所钱包中的索拉拉 然后兑换成USDT 比如说我这里有0.9个索拉拉 那我兑换0.4个索拉拉等值的USDT 也就是98.45个USDT 然后再选择通过OKX的DEX兑换 然后选择这里的确认 OK这样子的话就直接兑换成功了 或者说你想在索拉拉上面去充图狗 用索拉拉直接去购买一些图狗币的话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你这里就需要把这个USDT去切换成各种一些图狗代币 选择这里的USDT 这里就会出来直接搜索币种的名称或者是合约地址 在这个步骤来我就强烈建议所有的新秀小白不要直接搜索币的名称 因为你搜索币的名称的话 在这种区域中心化的钱包上面会出来各种同名的代币 同名的代币你就不知道会选择哪一个为好 最靠谱最可行的方式的话是直接找到这个币种的合约地址 比如说我刚刚在录制视频之前我就直接复制了某个币种的合约地址 然后复制这个合约地址的话就可以直接精准的搜索到这个币种的名称和这个币种 我们点击选择一下 然后就输入你想购买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购买0.2个索拉拉等值的这个胖普代币 然后选择兑换 然后点击确认 这样子就直接去购买成你想冲图构的某种代币了 讲到这个步骤肯定很多有些新手小白会问 那我怎么该找到这个一些图构代币的一些合约地址呢 其实每个币种它都会有一个对应且唯一的一个合约地址 合约地址的话 你可以点击这个币种的一个具体的详情页面或者K线图的页面 在这个币种的名称下面有一串类似于钱包地址的这个乱码 这个乱码的话就是代表着这个币种的合约地址 你需要复制一下这个合约地址 然后返回到兑换页面去做交易 或者是你在某个微信群里面 或者是在朋友之间朋友喊你充某个图构 他一定会直接发送这个图构代币的合约地址 并不是直接发给你这个币的名称 发送合约地址给你的话 你才能够精准的去搜索到这个图构代币 比如说我在这个搜索栏这里 我直接搜索胖普这个代币的名称 搜索出来的话 这里就会出来 有很多同名的这个胖普代币 如果你是新手小白的话 就不知道去交易哪一个为好 所以说你如果真的想去冲图构的话 还是要选择第一时间去找到某个图构的 具体的合约地址 才是最可行的一个方法 讲完欧义web3钱包的这个兑换的功能之后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跨链的这个交易 跨链的交易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两条链之间的原生代币的一个兑换和跨链 比如说我这里选择索拉拉这条链 这里就需要切换一下这里的索拉拉 然后选择这里索拉拉下面的一些代币 我们选择索拉拉 然后你需要跨链的目标的这条链 比如说你想跨链成边链的 这里可以切换边链 或者你想切换其他的链也是可以的 我们这里以边链为例 然后你想跨链成边链上面的边币 然后选择边币 这里就可以输入你想跨链的具体金额 比如说我要跨0.2个等值的 0.2个索拉拉的一个金额 这里就可以给你兑换成具体的一个 BNB的一个金额 然后选择这里的跨链兑换 然后点击这里的确认 接下来就等待一定的时间的一个兑换 大概一分钟时间左右 就可以直接跨链成功了 OK本期视频的话 就完整的给大家解释和讲解清楚了 OEweb3钱包怎么创建 怎么充提币 怎么使用OEweb3钱包做交易的这一套详细的流程 如果我的视频能够对你起到一点点帮助的话 请对我的视频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